立法院在審查法案 尤其是進入法條的逐條討論的時候 從來就沒有限制以一次發言違憲 而且依照立法委員的意思規則 第31條就明定 當你對於會議的詢問 以及提案說明還有質疑 跟這個答辯的時候 故以一次違憲 也就是說我們過去立法院 從來沒有逐條審查法案的時候 只能發言一次 這次黃昭頌委員 他不僅只限制一次 而且還去給你規定那個發言的登記時間 還有一個截止時間 目的都是要限縮立法委員的發言權 目的只是想要草率通過這個 至今區這個條例 我們當然反對 我們只是要求他要照議事規則來主持議案 然後他剛剛講 他剛剛在主持會議的時候 早上就說一直說 但是他的職權 然後他說這有潛力 我們就說請你舉出一個潛力來 所以主條審查只要有潛力 我們就接受 他完全舉不出來 加上國民黨的委員都不來開會 我們認為這個突襲給他提出 上位東議事要點名 請國民黨的委員回來 這個連期審查這個委員會的現場 結果他們到現在都不出現 其實我們的要求很簡單嘛 照議事規則來 然後委員要充分發言 表達他的意見說你應該給予尊重 而不是處處去限制立法委員發言的權力 你要用限制立法委員發言的權力 來達到你審查議案要快速呼嚨過關的這個目的 是預訴者不答的 因為大家一定會在意識程度上面 對你提出質疑 對於你主持議事的這個過程 你會有所異見 那今天事實上造成這樣的狀況 就是主席失蹤的人 他沒有辦法面對質疑 沒有辦法拿出對策 所以他用失蹤的方式來處理 我覺得不是只有今天 明天他照樣的審查 一樣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往後也會繼續 在立法院 如果你大家要審查法案 能夠把這個內容 大家談得差不多 有充分的溝通之後再提出來 大家來審查 過關的可能性很高 如果你沒有硬闖 然後很多的質疑 很多的問題 你不去弄清楚的話 用這樣方式硬要通過法案 是很困難 我們在野黨一定會負起把關的責任 會盡到充分的顏值 會認真審查 資金條例 到今天審查兩個整天 第一條名稱保留 第一條保留 現在第二條進行到一半 國民黨的策略 就是要每一條保留 保留到最後到院會之後 停止討論一次表決過關 想要用這樣達成審查的目的 我們是絕對不能接受 謝謝 黃昭順委員他一直提出來說 4月30號的那個黨團協商 當一天黨團的協商是這樣 因為本來行政院有一個行政院的版本 那照這個憲法的責任政治 行政院的版本如果要修改 應該要撤回去 然後修改文就再送進來 結果在開了公貼會之後 他們發現他們法案有很多的瑕疵 行政院自己就提出對73條條文 提出15條條文的修正 那照過去責任政治 你要捍衛行政院版本 你是不是應該先撤回行政院版本 修正完之後再整體送進來 我們再重新尋打重新開始 結果他為了要求快他不同意 他要求行政院修改的版本 由國民黨的黨團提案 其實那天我是反對的 為什麼 因為這樣以後責任政治不明 行政院不來捍衛行政院自己的版本 你的版本被否決了 也沒有人負政治責任 這個就於憲法上的責任政治來講 是很沒有道理 也不應該的 可是他們硬要揮硬要這樣弄 最後我們要求在這個提案 這個地方提案要求要退回去 然後國民黨 行政院的版本整個修改完之後再送進來 他不可 那經過協調 就說那不然他們的版本由國民黨來提案 那我們對於要求他這15條的提案 應該要管主委要再說明 說明之後要讓我們的委員提問 對於這15條修正理由 等於是要進行那個尋打 他們也不可能 那經過好幾次反覆的折衷協調之後 就說不然就讓他報告 報告完之後我們主條的時候討論 所以那天是同意他說30號那一天 僅止於30號那一天 管主委報告完之後 我們不給他提出 這個程序問題質疑程序就是進入尋打這一部分 我們不質疑 可是當那一天之後任何的議事進行要照議事規則來啊 不可能說我們去同意說一個議事 是不可以提議會議詢問不可以談不可以提程序問題 我舉一個例子 假設議場失火 不能提程序問題 大家不要跑大家讓他燒死嗎 這不可能的嘛 這大家學議事規則都知道的啊 所以無論是資訊問題 有改的內容 然後你的理由是什麼 然後你對他的質疑是什麼意見是什麼 都問到沒有意見了 那一條才開始處理說 這個是要通過還是要保留 然後一條一條這樣處理 所以處理到最後 整個法案有保留的部分要再從頭再回來一條一條再處理 所以我是覺得國民黨他們明知道這樣的狀況 以前都是這樣的狀況 那他現在就是要用這樣的方式要快速通過 然後整個就送這個政黨協商 然後保留期一個月 一個月之後他直接要拿出來表決 他的策略很清楚就是這樣 但你不在意見 這個人當時算是在甚麼 有問題的人 從來看到我的策略